您做这个脚圈做了多少年 我在磁城已经做了18年这个脚圈了 18年的脚圈 对对对 一次就一打锅 对对对 做单个它浓度只炖出一个的浓度 我们有一锅的浓度炖出来口感会更好 那您是怎么想到 就是只取中间这一块了 上不要下不要 中间一段呢 它有个概念 你手拧拧看 对 就是骨头 骨头带筋 最精华的就在这个位置 脚尖呢 它有老实地上采的口味比较重 所以我们就不要了 上面呢 因为还有一个提棒在那漏太多 那我们也不要了 要吃精华 对对 有口感 为了能制作出味道浓郁 口感软糯的猪脚圈 一锅马放六个 是杨大哥经过多年摸索出的最佳数字 为了保留更多香味 一碗料酒担当去腥的重任 老抽上骰 姜片 葱段 八角 香叶 桂皮 和干辣椒 纷纷赶来赴约 大火烧开后 转为温和的小火 慢慢煨煮 用五小时软化猪脚圈中 浇错的筋膜 如此费时费力的烹煮 究竟能成就猪小圈怎样的口感呢 这一切开那香味都出来了 是的 大哥 这里头哪一块最好吃 那我给你取的这块就是最好的 这是筋是不是 对 这个筋都已经非常转烂了 对对对 但是它又不是那个肥肉那种腻的感觉 我们这个叫什么呢 少到叫肥肉不腻 这是真正的肥肉不腻了 是不是